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我现在在印度尼西亚的吉利岛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岛 但这个岛真的和巴黎岛不一样哦 我第一天来就发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鲜 当当当,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海鲜市场 哇,这都是什么鱼啊 这颗烤鱼要七十五 有点贵哦,有烤鸡 有素菜烤虾鱿鱼 多少钱? 这是二十五 让他给我折扣 这个我让他给我十块钱一只 那么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空心菜 有点像中国的春卷 十块钱可以来五样菜 哇,好多哦 买两串的话就可以给我这边的蔬菜免费 就是可以抢五样蔬菜 然后蔬菜就免费了 买烧烤酥蔬菜啊,感觉不错 这个还有那个印尼特色的豆子 这个多少钱? 二十五 二十五 这个是他们的豆腐 他们很喜欢吃豆腐 这个小哥好有意思啊 隔壁摊胃串过来的 空心菜我很喜欢吃 玉米啊 这个什么南瓜都有 还有这个也这边很有名 是那个豆子 才来的第一家就买了一堆食物 那边还有很多 现在来的比较早 还没有很多人 我不是从韩国 中国 老板又送了一杯冰茶 这个我每天都吃 很好吃 你还让你看 哇,他这边竟然还有卖 还有丝瓜 看来跟中国食物真的很接近 据说这边的祖先 好多都是之前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这个还挺卫生的 用那个 银丝性的那个塑料布 给包起来 在这边汤味 好 嗯,好好看 好啊 哈哈 所以这是 sauce sauce for this 这是他们的烧烤酱 其实有点像沙茶酱 会有点甜 这最佳好新鲜啊 好吗 这个好贵啊 100克 40块钱 他们这边也很喜欢吃海鲜 这边有很多本地人也过来吃 这是一家比较大的夜市 海鲜夜市 他们很喜欢喝这款啤酒 叫冰糖 还有这个柠檬味的 这个超市卖的很便宜 才几块钱 这边可能卖的贵 他们这边的果汁也很有意思 还可以配合这个生姜的 还有中国一样的鲜饼耶 他们这边那个红虾特别多 真的吗 OK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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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但这种完全都没见过 这个香蕉饼看起来不错 这个才2块5一个 给我一个 一度 一度 都挺便宜的 这还有蛋挞 他们自己做的蛋糕 还统一穿的绿色和服装 很有食欲感 这已经天黑了 好多游客过来 还有地方给你洗个手 这是我来印尼看到最大的一个 海鲜夜市了 哇这个好大 好吗 好 高烤旁边都有这个蔬菜 一样 蔬菜搭烤串 蔬菜吃米饭是免费送的 这两串一起是25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里的价格好不好 我现在也不敢评论一个地方的价格了 因为自从上次在哈尔滨拍了一个视频 说那边的早餐早适比较贵 就很多人骂我 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屋价该怎么去衡量了 海岛两串烧烤25块钱 白送素菜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尝一下 嗯 好好吃哦 新鲜 它上面涂的有那个本地特制的酱 一点点甜 和国内那个烧烤方式不太一样 太好吃了 这一大份菜加米饭再加两串 这个烧烤一共是25块钱 价格我觉得挺划算的 因为单买这一份的话是10块钱了 当当当当当 哇塞好多人啊 这边很多卖海鲜的 因为这边靠近海边 所以人特别多来吃海鲜 印尼啊 真的纯手工的果汁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手有没有洗啊 10块钱人民币一杯 真的不加一滴水了 我看到那个小哥的手已经沾了果汁了 这就好了 原来是加了冰的 难怪这么便宜 等于我在喝冰水其实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糖浆吧 好像是 还要加什么特制蜜料 加水 倒退来还是加水 他给我用了两个橘子而已啊 这个餐厅里面差不多得十八二十一杯的样子